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茫茫论道,我是阿茫 最近做视频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因为白天的事情越来越多 这也是体现出国家目前处在一种复工复产的状态 各行各业都在逐渐的步入正轨 当然比如说电影院啊,KTV啊,这种地方还是没有开门,影响还是很大的 之前我们聊到过新发地输入性病例的种种可能性 对吧,再结合丰台区进入了战时紧急状态 我留意到今天新闻说朝阳区也进入了这个战时紧急状态 可能是由于武汉的前身之鉴呢 所以北京乃至于全中国对于这样一个可能第二次爆发的源头呢,严正待命 但是相对于懵懂无知的武汉来说 大家已经经历了长达两三个月的考验 怎么应对怎么处理呢 都这一次都还可以 我们看北京的应对措施也很好 医务工作人员呢很辛苦啊 昼夜不停地做着这个烟四子的采集工作 然后后面呢再去化验 对吧,包括今天的北京气温 我看了一下据说是到了35度 地面温度有40多度啊 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在户外对吧 穿着这个防护服做这些事情 嗯,真的太辛苦了 我也表示我的敬意 对此呢我希望就是说 检测地区周边的这些社区也好 机关单位也好 给这些医务工作者做好相应的后勤保障啊 比如说是降温防暑对吧 以及呢 在这一次疫情过后呢 能够向武汉员给他们一个比较可观的补贴 或者相应的优惠措施 也不要让这些人寒心呢 随着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呢 以及就是1920年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我可能觉得以前那句戏言 什么戏言呢 迪在中宣布啊 似乎是真的 我先在这里辟个摇好了 我昨天在推特上呢已经转发回复的部分账号 然后那些人呢有的已经把内容删掉了 这是昨天深夜的事情啊 就相关报道呢 新发地采集了核酸样本是8186件 然后呢有5000多份是阴性 但是很有趣的一点 那个新京报的报道和新华网的报道 有一点点的出入 但是这一点点的出入就能够引发奇异 甚至于带动出一些舆论和情绪啊 那这是出在哪里 我们看一下 这个网友已经圈出来了 新京报的叙述是采集样本8000多件 对吧 5803件为阴性没有了 然后新华网的报道是什么呢 截止目前5803份样本 已完成检验均为阳性 什么区别 那就是根据新京报的内容都检测完了 然后呢5000多份是阴性 对吧 当然他也可以说 哎呀我没有说有没有检测完 那既然你有没有说 那你是不是应该说清楚呢 这剩下的2300多份 在很多人眼里就留有了一个想象的空间吧 就可以去揣测去操弄 比如说哎呀2000多份都是阳性 又被政府掩盖啊之类的东西 北京完蛋了 对吧 然后新华网呢就比较务实啊 实话实说有什么说什么 对吧 你既然作为一个媒体呢 你肯定是要据实报道吧 那说的是这些阴性的事 已经完成检测的样本 剩下的还没有检测 很简单的事情 两句不同的话 仅仅就这几十个字 就造成了不同的歧义 之后我就会看到一些推特上面一些人啊 进行一个阴阳怪险的回答 比如说呢 这个2000多份难道是不阴不阳的吗 难道是薛定谔的状态吗 我一开始以为这些人引用的是新京报的报道 那想跟他们说一下 结果一看 内容还是新华网 人民日报这些报道 我比较怀疑啊 就是转的这些人 他没有受新京报的误导 他直接就是看标题 不去思考内容啊 顺便说一句 今天更新下来的消息就是 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第117场新闻发布会上 他已经说了 全市核酸检验已经测了多少人呢 测了76,499人 阳性的是59例 这样就很清楚了 对吧 相比一下昨天那个8000多份啊 如果说整体到北京的话 有7万多份 也比较可观了 客观的报道真相 难道就不是媒体应该做的事情吗 目前中国啊 仅有三个职业能够享受到 所谓的行业性节日 什么 教师 对吧 护士 对吧 记者 那记者也好 他背后的媒体也好 是否应该 有这种 为社会公正发生 对吧 客观的报道事实的这种责任感 比如说揭露真相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次的北京疫情爆发中 新京报 除了这一次用春秋笔法 对事实进行一个带篇之外 他还做了什么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段话 这是昨天在微博网上广为流传 是新京报转发的一段话 什么呢 新京报说我们在采访精神海鲜市场被群众进行了一个辱骂 对吧 似乎在他眼里呢 所有北京的群众都反对新闻媒体对新冠疫情做一个报道 因为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 我觉得有可能在他们眼里北京群众都不怕死吧 对吧 反而是出事了 不报道会比较好 那这种神奇的想法我不知道他怎么得出的 我们再看内容 首先有一个很愤怒的小伙呢 骂着脏话啊 根据新京报的这个内容来说呢 就是说啊 你们报道影响他们去海鲜市场进货 那他应该是一个餐饮行业从业者 很有趣的就是我们看一下北京政府对于餐饮行业在这次疫情中做了哪些措施 也就是今天截止到凌晨6点北京一共消杀农贸市场276家 关闭地下半地下的农贸市场11家 然后呢完成餐饮服务单位的消杀有多少家 33173家 我不知道哪一位餐饮业的老板会抗拒这样一个消毒杀菌的措施啊 毕竟用餐环境你若挂出此处今日以消杀 反而是对食客也好对自身员工对你老板都是一个安全的保障 那至于说影响进货那我有可能不能理解啊 因为根据这个报道呢 关闭的也只有11家剩下的是完成消杀而已 那有没有关闭你说呢 接下来他又提到这个油腻的妇女 我很配合新京报的文字创造能力 毕竟作为一个男人对吧 呃我我我看到油腻背后不是什么油腻的中年男人 而是一个妇女有一种 啊好像很有意思的比法啊 新京报呢 这个文字创造创造的功力还是有的 但是别人问你他妈是不是新京报应该不涉及什么辱骂吧 如果说你他妈三个字是辱骂的话 呃那我只能说这些人辱骂不是针对所有记者 那是针对你新京报的记者 至于为什么你应该自己找原因 好了最后一个老大爷他说的话 其实我很同意啊 就是你们这些记者瞎报道给共产党抹黑 迟早被人打得头破血流 打哪个记者 打抹黑的记者 打瞎报道的记者 那新华网的记者会被打吗 不会吧 因为人家如实报道 对吧 那打哪些人呢 很有可能新京报真的被打过啊 我也不清楚 接下来呢 就是一些新京报以往的老底又被别人翻了出来 原来呢 大家发现春秋笔法带偏事实 是新京报的一贯寂寥 比如说海南警察抓捕网络的赌博团伙 在新京报的嘴里呢 就是什么 警察冲进去指着员工大吼 我不知道网络赌博团伙的从业人员也是算员工还是什么 有可能他们这个对公司合法不合法或者员工啊 成员呢 有一些什么独特的看法 如果说能够专门向我们科普一下呢 我们还是很建议的 至于大吼不大吼呢 不许动啊 这种抓捕情况当中必须会有吧 那你一定要强行的渲染这个大吼 很有可能是你不赞同警察觉得他执法太过粗暴 那你作为个媒体是否应该引用一些别国文明的执法行为 比如说美国 在之后呢 曲解无尊有的话啊 就是说 呃 根据其他的媒体呢 明确说明这次北京的病毒诸如根据追溯不是中国流行的 而是来自欧洲 但是在新兴报的标题当中呢 又说啊 北京的病毒与此前一致 然后尽量的淡化了病毒溯源这件事情 都说的是扩散方式啊 传播途径啊 性质啊 与此前一致 这不是废话吗 都是新冠病毒 难不成传播途径传播方式会不一样吗 但是这个一致和来自欧洲你能够画等号吗 能够说是不同的吗 对不对 再比如说前两年啊 他直接泄露了当年那个被害人汤兰兰的隐私 表明了他所在的位置 这一点真的是特别恶劣 我不知道当时写新兴报的那个报道的记者 有没有一点点的社会功德心 有没有一点点的同情心和共情力 我认为这个当时报道这件事情的新兴报记者 他的人格是有缺陷的 当然了我们看到今天新兴报 破天荒的道歉了啊 但是他道歉的是我刚才提到无尊有采访内容的曲解 仅仅是说我文不对题是一种失误而已 那么他们对于之前提到的那些防疫低限的人 对于那些做核酸检测的人 对不对 对于他笔下指名道姓骂脏话的小伙 或者油腻的妇女 以及那个老人有没有道歉呢 很可能不会啊 至少有可能在后续的日子里面 我们都不会看到这一点 因为新兴报的这些人 或者中国其他媒体的部分人 早就沦为了和方方一样的旧式文人 他们自视甚高 认为自己掌握了舆论的主导权 认为自己掌握了文化的垄断权 所有的民众所有的读者 都是他皮边后盲从的绵羊 他们可以指东打东指西打西 所有的民意所有的舆论 任他们操弄 而他们是领路人 是开拓者是先驱 有不同的声音 就是社会的打压 就是政府的打压 就是不容许有不同的声音的打压 就是独裁 就是专制 而其他人呢 其他不同行业的人 和他们早就 早就不是一个level 一个水平线上的了 可能人民群众 这个群众路线 他们早就已经忘光了 可能他们也已经忘记了 推动社会进步服务的 不是这一支支笔杆子 而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 在社会当中默默无闻 做着实事的人 打个比方 他们有可能把自己的位置 摆在了一个很高的地位上 有可能把自己比作 以前封建社会 向帝王敬言的臣子 而沾沾自喜 那么老百姓自然是渔民 对吧 自然不用去管 但是他们好像已经忘记了 他们现在所在的国家 他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在共和国前面 而所谓的帝王呢 也早就进入了历史的固执堆 推翻他的恰恰也是人民 是 你的感觉没有错 你是一个不断敬言的臣子 或者是忧心忧国 对吧 但是你敬言的对象 早就从帝王转换成了全国的人民了 摆不好自己的位置 人就高高在上 就会像这次一样 被广大的人民所唾弃 骂你冤吗 不冤呢 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啊 对不对 最后呢 也提一句就是反映出了 中国国家 这个进步啊 还做不到面面俱到 对吧 你推动经济 那你推动文化的时候 就会乏力 我很希望能够在未来的五年内啊 国家将重心 慢慢的从经济工业 转移到文化媒体上面 当然这是建立在我们国力 的确能够有自主自立的情况下 就是说得上话了 不用太多担心的情况下 因为 就像香港一样 一个 好的经济条件 会让人过得 很开心 很愉悦 但是一个好的文化环境 好的媒体环境 才会树立一个人 真正正直的社会观念 一个道德观念 而目前 中国在这方面的人呢 都比较老 人旧呢 还是以像方方这样的人为主 这样的改变 不可能一蹴而就啊 我目前来说呢 整体的看法是比较是负面的 但是长期呢 应该也会有一个逐渐向好的看法 就像前阵子新浪微博被约谈一样 我相信像这些媒体逐渐的也会收下他的手脚 对吧 好好的做一点实事 就像人民日报前几年被骂成日人民报一样 现在反倒很多人认为他的报道靠谱了 为什么 因为别人已经在不断的进步 摆清楚了自己所在的地位 所应该做的事情 好了 今天的忙忙论到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